你 说唱好听所以更要好好听 这里是好好听说唱电台 家里是一个比较话少 对但其实其实后面对 私下其实还好对其实 比较慢热吧应该是用 也还好吗 你觉得我慢热吗 其实也还好 慢热慢热 嘎里最大的仿他呢就是 其实没有我觉得 其实还是是吧 就我我自己觉得我们 就是镜头前跟镜头外 其实都差不多 对对对 就是还是很本我的那个状态 不会说私下是一个样子 上了镜镜头又是另外 哎那有谁是这样子呢 你们觉得 呃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可能盖哥是这个样子 就盖哥其实私下还是还蛮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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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大家还是很友好的 但是可能他想展现一个比较 刚硬的那个 笼罩 搞我一直说盖哥是笼罩笼罩歌手 笼罩style的 先看泥泥的吧 他毕竟分数高嘛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那你那个就打雷我 什么打雷啊 你那个舞台 但我输了呀 好好好 我们看赢了吧 好 先看我先看我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广东走起来的 Canton 这句我们在holding room 我们大家都蛮有印象的 法师 这个法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庞轩 我记得我这个时候 当时想要小小的跳一个小舞步 当时 忘记了吗 没跳出来 我大概你看我大概 啊 没跳出来 然后我就心里说不要了 别跳了别跳 心里套你别太动下去了 从那些节目不到第几季 这时期的话 他们都知道 踢你踢 哎呦 好没有 你也听到我中国那个 我想说的是 你不用知道 怕你到底在谁家里 突然突然突然 中 我没办法看我一下 但其实还好 你如果不说的话 我注意不到 这个 我忘记了是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还是中国巅峰说唱对决 然后我 看了一下前面那个排派 然后我就啊 那种 周六 我自己 我自己很耿耿于怀 这个地方 听不太出来 其实还好 这蛮帅的 我觉得蛮帅的 其实还好 但是感觉 因为我 我们的舞台其实都是没有伴舞啊 对对对 其实要靠一个人承诺 我觉得这个 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舞台 所以我知道这样子难度 有多大 你知道吗 一个人在台上去撑一首歌的难度有多大 我觉得全都在说 对对对 你全都在说 来 现在接下来看一下 咖喱 我说会很爽 啊我自己在前面演因为真的不知道 乌与密布 你那天你那天兔子我特别喜欢 下次可以借我穿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好 我把那个 那那个牌子朋友推给你 啊 有紧张吗 你觉得 呃还好 我觉得更加多是激动吧 告诉你目前的概括 那些个穿着都在放 你是会排很多练的那种人吗 呃 算 对 这衣服热的 啊热 超热 超热的 这个跟你的装机做做了一个编曲的改编 对做了一个不一样一点 太热了 根本说他太热了 你是一个小的设计 啊 怎么样合理把这件外套给脱掉 因为彩排的时候就热了不得了 嗯 动作设计的 嗯 因为我觉得 要有那些东西 对因为它是一个舞台嘛 但不像之前的比赛说 我要证明我自己不会忘词还是不成的 这场骑车现场唱起来挺难的 嗯 主要是 嗯 前面这一段之前又有很多跳的那种动作 其实 气息会有点乱的 嗯 就马上调整回来 而且相对是密的 啊挺密的 挺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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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海 两层的血海 啊 血海深重 这我都都没想到 我以为是云 我让是血海深重 我以为是云 但是我自己 这个舞台我自己可能 这几年里面印象还是蛮深的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大半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 去演出啊什么的 嗯 就是一下子上台 自己那个 血感觉一下子就冲上来啊 嗯 就印象还蛮深刻的 其实我也我也是 对我来说也蛮准备去禁忌的 嗯嗯 对 蛮准备去禁忌 然后其实大家对手都是挺强的 嗯 很强了好不好 已经不是挺强的了 我觉得都是这种这么hiphop的舞台 其实这种能回到这样的舞台 唱一些自己特别 我懂你呢 我懂你这个点 很兴奋的 紧张且兴奋 你站在台上唱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没有在想输跟赢这个事情 嗯对吧 更加多的就是 要演首先演好 首先是享受对对对 回到那种感觉啊 但我觉得我自己设计的东西比较少了 啊其实还好 我嘻嘻哈哈的过了几个月你知道吗 回到家吃吃喝喝的然后来到这边就哎 明天要比赛了然后我都没有想说这首歌怎么演其实 然后我当时踩拍的时候其实我是mood了 但是我是那种性格我是那种台下有观众的时候我会状态好很多因为他们给我反馈的话我会好很多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足了 首先自己没有很放开我觉得这首我这首歌其实是比较凶了一点的但我自己其实没有说但是我自己觉得嗯我反而觉得就是站定在那边唱还蛮有 嗯蛮有气势克制的一点对就比较坚定嘛嗯对吧实也吃 哎我觉得我这个表 这个分数我打的还是蛮不要脸的我能满多5.0你全满了我给自己打的很亲很 humble 的 都有很多进步空间你这样没有进步空间 不过你就是也也不是嘛就是我这个东西 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别人肯定你之前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我是这么想 嗯再加上一个就是 那节目组这个也没提前跟我锐过我进去不知道干嘛我只能先狂写狂写几个5.0他也是没跟我锐过我还我上去就是啊 原创实力5.0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 嗯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过于 humble 你这个商业价值你这个 3.5吗打了有点低了其实我觉得你商业价值还蛮高的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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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改吗哈哈哈把我改掉 对了我其实当时也被做到问问问问问一下啊 我就是突然给自己打分数 而且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之后会不会用到你知道吧 我以为说会不会影响我们比如说选人的顺序啊什么的那我想打个高一点嘛 那自己可以早点早点唱啊或者那有那其实也有可能他 分数综合分数第一的人选吧那这个我就不老到 对对对所以是主张的那个 对 很多人其实了解说唱都是通过比如说呃 呃节目啊对吧或者说如果离生活近一点就是live house的舞台啊之类的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蛮片面的 因为hiphop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多方位 全方位综合化的一个东西 其实聊聊会音乐这个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普遍人会以为说说唱音乐就是说 哦也不是说所有人啊但是基本上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以上 他其实是有掉的 他是有旋律你必须得在那个 褒奏里面 他才能好听的哪怕就是 他也是就是 他是有音节在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所谓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个腔调 对对对对吧对 每个人有自己排列这些 小的旋律的东西 可能听点上第一次听不明显 但其实每个人有自己排列的那个方式那个方法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接触到 你说我吗 我其实是初衷吧 我们那边有一个体育馆打篮球 然后有一帮人 打篮球他非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那就街球那种对吧 戴头巾然后穿鸳鸯 经常说这帮人怎么就是 人家打篮球他爱打篮球 怎么就感觉他有点帅呢 然后我就跟他们混在一起 跟他混在一起 他说我这个东西叫做街头篮球 freestyle 我们其实接触hiphop的时间 其实差不多的 对那个时候进歌出来了 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说 有一些这种曲风的音乐 它是你会被动停歌的 它你不是说你自己去搜索 在国内我们做说唱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是不太被理解的 家里人也不太会去同意 包括我的家里人 他是不太会去同意你做这件事情的 从17年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大家是看到说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 所以其实歌词啊整个方向 可能现在是 vassing 竟然是一些情感的表达 emo也有 其实是很多跟最开始的方向 其实是 对 听大家不一样的 这王以太 批得过分了 不是 全场我所想的唱片看下来 王以太这个你是批得最过分的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是设计队的 上海学校设计队 不过如此 我想要让歌里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唱一首 王兴玲的爱你